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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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三个人开车来到了别墅门口 开始了他们的作死之旅 但是在房子里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 于是走到了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门口 青春妹突然想到老婆婆身上的钥匙 于是取下钥匙再次来到门口 发现还是打不开门 小帅急了于是强行撞开了门 三人进了房间看到了一个蒙着白布的人偶 他的脸上已经腐烂 但是其他部分都完好无缺 青春妹猜测这应该是老婆婆的女儿 这时小帅发现了地上的钥匙口 于是插了进去 人偶竟然像八音盒一样转了起来 伴随着诡异的音乐 忽然人偶猛地低下头 身体像丧尸一样扭动了起来 惊恐的几人赶紧跑了出去 没想到出去的路都被封死了 青春妹想起老婆婆的房间有窗户 于是三人来到顶楼 发现老婆婆不见了 床上留下了一滩血迹 就在这时 机友发现了一面镜子 突然被人一推 竟然进了镜子里 这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里面有很多瘆人的尸体 突然出现三个白衣女孩 把机友活活打死了 青春妹和小帅四处寻找着其他出口 打开一扇门 青春妹发现老婆婆竟然坐在这里 黑暗中 老婆婆向她伸出了双手 青春妹也伸出了双手 就在两人接触的瞬间 青春妹看到了老婆婆年轻的样子 老婆婆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芭蕾舞老师 一天 她把一个学生赶出了舞蹈室 一声尖叫 这个学生就被自己的女儿给咬死了 原来他们都是吸血鬼 由于惧怕阳光 他们就一直躲在别墅里 老婆婆说完就不见了 青春妹害怕小帅有危险 于是出来寻找 而另一边 老婆婆趁着小帅不注意时 一口咬住了小帅的脑袋 小帅直接领了盒饭 青春妹这时来到了人偶房间 记忆也再次回到了过去 老婆婆逼迫着自己的女儿练舞 由于动作不标准 老婆婆直接一脚踩断了女儿的脊椎 此时人偶突然扑了过来 想要吸她的血 于是青春妹先咬了人偶 把她打晕过去 准备逃离的青春妹 被赶来的胖姐打晕 原来胖姐也是当年老婆婆的学生 由于被吸脑 就一直跟随着老婆婆 他们绑架青春妹的目的 就是想给女儿找个新归宿 然后用一个飞蛾 就把两人的灵魂互换了 青春妹的眼睛变成了一样的颜色 老婆婆命令青春妹跳舞 不料青春妹直接用剪刀 将两人都杀了 随后唤醒了人偶 这时她的眼睛变成了双色通 原来青春妹身上 果然有两个灵魂 另一个灵魂就是死去的母亲 当交混灵魂时 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把自己的灵魂转移到了人偶身体里 此时老婆婆又活了过来 两人一起把老婆婆推下了楼 接着两人一起来到悬崖边 人偶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她真正自由了 她享受着新鲜的空气 露出了快乐的微笑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死色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